你以为我不敢 叶凡冷哼一声 手上三千红丝波动 瞬间击射进入刀疤男子身体里 直接将刀疤男子全身的生机力量锁死 刀疤男子一脸震惊地看着叶凡的动作 之前因为距离比较远 所以他没机会看清 叶凡到底是怎么从手上有红丝射出的 但此刻就算距离叶凡 只有不到三尺的距离 刀疤男子还是没看清叶凡动作 这踏马到底是什么鬼 现代版蜘蛛侠 叶凡心念一动 红丝灵体开始收紧 请客间就将刀疤男子的大腿切割断裂了一条 然后红丝灵体旋转着 还继续朝上切割 那种面对死亡的恐惧 让刀疤男子脸上的肌肉剧烈抽动了几下 自己还是小看了叶凡啊 虽然他已经得到情报 叶凡不是外界所传言的傻子少爷了 但却没想到 叶凡居然有如此恐怖的手段 而且丝毫不在乎其他人的眼光 动手杀法果断 丝毫不拖泥带水 住手 就在叶凡打算继续行动的时候 一声呵斥在沈家大院门口响起 一个穿着灰袍的老头背着双手 出现在众人面前 激荡的舞蹈气静波动 沈家一群保镖都冲击得东倒西歪 老祖 老祖 您终于出现了呀 快 快救我 刀疤男子看到这个灰袍老祖 本来已经暗淡的脸色 瞬间开始冒起金光 连滚带爬地朝灰袍老头爬过去 可因为全身经脉和心脏 都被叶凡用红丝灵体控制着 所以才刚刚离开不到三尺的距离 就再也无法前进分后 只能一脸期待地看着沈家老祖 你就是叶家 那个那天才少爷叶凡 沈家老祖上下打量了叶凡一眼 淡淡开口道 小小年纪都已经达到了五地层面 着实难得 我这个人非常喜欢天才 不忍心对你动手 沈家老祖一番话 直接让刀疤男子梦了 啊 老祖 您这 老祖不是 应该和自己是一伙的吗 怎么现在老祖的意思 没打算继续对叶凡动手 搞什么飞机 叶少 我对沈家其他的那些坡事 一点兴趣都没有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沈家老祖一脸微笑地看着叶凡 但目光转向旁边沈漫哥的时候 丝毫都掩饰不住自己眼睛里的贪婪 虽然沈家老祖极力让自己表现得很正常 但叶凡还是敏锐地发现了沈家老祖的意图 这个老东西 还是惦记着自己的老婆 什么交易 叶凡冷冷地开口询问道 沈家老祖想要自己的老婆洞房 从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叶凡就已经判了沈家老祖的死刑 之所以询问 叶凡也想知道沈家老祖到底想跟自己做什么交易 很简单 你还年轻 你这个未婚妻 我看上了 把她让给本老祖 我不杀你 整个沈家的产业 我也不要 全部都送给你 有这些资产在这里 你可以找更多更漂亮的女人 如何 沈家老祖大度地说着自己的条件 但下一刻 叶凡已惊动了 抓着旁边院门口的石狮子 抡起来 狂暴地朝着沈家老祖脑袋上砸下去 找死 本少的老婆 怎么可能做交易 叶凡手里的石狮子砸下去之后 红丝灵体 直接卷起旁边 那些保镖手里的几十把战刀 从四面八方 朝沈家老祖袭杀而去 卧槽 沈家老祖话还没说完 叶凡就直接动手了 突然袭击 打得沈家老祖有些措手不及 刚刚慌乱避开 石狮子的攻击 几时把战刀再次袭杀而来 哼 叶凡 你这是自己找死 沈家老祖全身气静炸裂 强大的钢器 将那些战刀阻挡在外面 毕竟 沈家老祖乃是五帝七品的实力 比叶凡只若一个境界 到了这个层面的强者 若不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底牌 要命的话 想要快速决定胜负 有难度 所以当沈家老祖 还在对付那些战刀的时候 叶凡已经将魔影换体释放出来 急速朝着沈家老祖激荡而去 沈家老祖眉头一皱 看到叶凡身上一道幻影出来 本能地警惕了一下 但瞬间察觉到叶凡的本体还在原地 心脏立马开始猛抽了一下 将重点防御放在叶凡本体之上 刚才交手的瞬间 沈家老祖已经发现了 叶凡本身的五到十力 应该在自己之上 至少和自己齐平 今天有点麻烦 沈家老祖已经不打算 要什么面子了 准备将叶凡这一招攻击 应对完毕 马上就从这里逃离的 所以眼看着魔影换体 从自己胸膛中穿透而过的时候 沈家老祖并没怎么在意 叶凡 你不是要打吗 放马过来啊 看老夫不将你撕烂 我 沈家老祖本来还在这里叫嚣 但话才刚说了一半 后面的话 却再也没法继续说下去了 因为沈家老祖发现 自己胸膛上传来一阵寒冷的感觉 那道幻影穿透自己的胸膛 瞬间对自己造成了百分之三十的重伤 自己身体里的生机力量 五到气静 瞬间居然被纳到幻影 吸收了三分之一去了 我去 这什么情况 沈家老祖低头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的胸膛 他完全想不通 明明只是一个幻影 为什么会对自己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 呼 沈家老祖还在发懵 魔影换体在他背后停下的瞬间 叶凡也突然瞬意到了沈家老祖背后 本少说过 要你的命 所以 这是索你性命的情况 沈家老祖听到叶凡声音在背后耳边响起 全身汗毛瞬间炸裂 身体本能地想要躲闪 却已经来不及 噗哧 一声清脆的声响 两把战刀从沈家老祖胸膛中穿透了出来 破坏的不光是沈家老祖的心脏 还有沈家老祖的丹田 沈家老祖整个人还处于猛逼状态 全身的五到气静 已经开始迅速消散 眨眼间 已经从五地层面的强者 跌落到了掌控境界而已 你 你是恶魔吗 沈家老祖看着自己胸口的两个大窟窿 整个人都快要疯了 眼神中浮现一抹绝望 战斗还没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老子可是五地欺品的实力啊 放眼整个大厦 那些活动在外面的五地强者 自己应该也排得上号吧 就这么窝囊地死在了叶凡手里 老子不甘心 绝对不甘心 就算死 老子也不会让叶凡好过 自爆 对 自爆 动用老子血脉中所有的力量 自爆 拉上叶凡垫背 想到这里 沈家老祖眼神中浮现一抹猙獰 想要运行自己血脉中 蕴藏的巨大能量 自爆 问 沈家老祖身上五道气静激荡 狂暴开始运行 虽然现在沈家老祖表现出来的实力 是掌控境界 但他血脉中所蕴含的力量 还是有五地层面的 若是真的自爆的话 还是非常恐怖的存在 不过 叶凡从拆迁去凶兽的魂谷中 还获得了另外一项技能 冰封 所以 沈家老祖血脉中的力量刚刚运转 叶凡心念一动 手上一道气息涌动 寒霜将老祖全身包裹 沈家老祖 发现自己全身的血液 似乎瞬间凝固了 眉毛上都满是寒霜 这 你到底还是不是人 沈家老祖彻底抹了 自己五地七品的实力 被叶凡拿下了 最后想要在叶凡面前 自爆都做不到吗 郁闷 震惊 最后 沈家老祖彻底泄气了 在我错了 叶绍 求你放我一命好不好 沈家老祖一脸惶恐地看着叶凡 这些年 沈家老祖蜷缩在沈家 到了五地七品 如果得到沈家那样东西 或许还有可能突破五胜境界 甚至可以达到更强大的存在 那几乎是可以长生不老啊 他不想就这么死了 所以 就算朝叶凡起求 沈家老祖也丝毫不在乎 但沈家老祖 基于叶凡的老婆 这已经触碰到了叶凡的逆灵 还想用叶凡的老婆来交易 叶凡怎么可能放过他 哼 放过你 你觉得可能吗 叶凡冷冷地盯着沈家老祖 换一个位置 今天若是本少落在你手里了 你会放过我 会放过我老婆 说吧 你到底是有多畜生 才连自己曾孙女都不放过 想跟他动房 到底是为什么 叶凡卓卓盯着沈家老祖 心里则是冷哼着 这事 绝对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作为活了上百年的老祖 什么样的漂亮女人没见过 而且 就算要睡女人 又何必要睡 自己家族里的曾孙女 除非 沈家的这些嫡系血脉中 有什么特殊的存在 没 没什么 老夫就是觉得 曼哥作为国际明星 长得很漂亮罢了 沈家老祖目光有些躲闪 叶绍 要不我们聊聊条件 你到底要怎么才肯放过我 不管是钱 还是丹药 或者是其他功法 只要你开条件 我都可以尽量满足你的 只求你不要杀我 虽然现在 沈家老祖的心脏 和丹田被冻穿了 但只要命还在 沈家老祖 就有办法继续恢复 可若 是彻底隐命了 那就一切都完了 哼 死不悔改 叶凡冷冷地盯着 沈家老祖 你看本少将缺钱的人吗 叶家背后有叶氏集团 有天机阁的九州集团 还有七个绝美嫂子背后 那么多财团的支持 叶凡随时调集上万亿的资产 都是轻轻松松的事情 至于说丹药 公法 地主那边都宣布支持 叶家成立太师傅 给了无数的丹药 加上封家赔偿的那些丹药 叶凡根本不缺 况且 叶凡还可以自己炼制 很好 沈家老祖剑跟叶凡没法谈下去 索性也死住不怕开水烫了 既然这样 那你就杀了我吧 杀了我 你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得不到 沈家老祖和刀疤男子一样 还想做最后的挣扎 可叶凡丝毫不惯着他 手腕一把抓住沈家老祖的脑袋 七星灭浑手催动 强大的精神瞬间 将沈家老祖的精神防御冲破 啊 你要干什么 沈家老祖感受到脑袋一阵剧烈的疼痛 叶凡的神识 在强行突破自己的思维领域 顿时震惊的瞳孔一阵放大 看叶凡的眼神充满了无限恐怖 这个叶凡 难道已经达到了那个神秘的境界 只是片刻功夫 沈家老祖的神色已经黯淡了下去 七星灭浑手乃是叶凡从龙纹戒指中获得的极品功法 威力不是开玩笑的 说吧 为什么要对沈漫哥下手 是因为仙鹿仪 沈家老祖此时 乖巧的跟绵羊一样 我前赴沈家 这么多年都是为沈家的仙鹿影 据说沈家有一个仙鹿影贴 那是仙人驾铃 招收弟子的入场门票 我搜刮沈家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线索 所以想从沈漫哥身上突破 仙鹿影 仙人驾铃 听着沈家老祖的话 叶凡眉头一皱 五道之上 果然还有仙人吗 之前 叶凡得到情报 说锦王背后请了仙人出手 赵无忧身边的那两个白袍青年 就是仙人的弟子 当时叶凡还以为锦王是在故弄玄虚 但现在看来 锦王背后怕是真的有高手啊 若是那个所谓的仙人真的驾铃的话 自己又该如何应对 按照实力推断 那些仙人的实力 肯定至少是在五圣境界之上的 而叶凡现在才五第八品的实力 因为自己体质的问题 根本无法承受神之碎片的强大威力 所以很难继续突破 叶凡这边可以依靠的最强高手 可能就只有那个 将自己推了的天机阁朱雀手作 一碗素 可光一碗素一个人 也无法帮叶凡对付那么多人啊 要如何才能提升自己的体质 让自己能够承受更多的武道契进 叶凡有些发愁 继续询问了沈家老祖一些问题 得知那个刀疤男子 就是锦王派到沈家来的 一方面 是为了让沈家和叶家彻底决裂 另外一方面 则是追查叶凡羽身上的仙公残片 将沈家老祖的那些资产 但要什么之类的搜刮完毕 叶凡打算一把火 将沈家老祖扬了的时候 阴差阳错地询问了一句 你是否还知道 如何提升自己体质 根骨 我知道 十年前 我进入一个巨大的古墓之后 侥幸得到了一份古籍 上面有关于根骨的说明 说可以用火烧自己的骨头 提升自己的根骨品质 但我想破脑袋也没想明白 应该怎么用火来烧自己的骨头 沈家老祖说话的同时 将一份泛黄的小册子递给叶凡 上面浮现着一些古朴的气息 古墓 又是古墓 叶凡之前和五毒童子交流的时候 五毒童子手里的先公地图残片 就是从古墓中获得的 古教教主上 攻击锦王的魂骨 也是从古墓中获得 沈家老祖的这个小册子 也是从古墓中获得的 大厦怎么一下出现 这么多神奇的古墓 中蕴藏着这么多宝贝 叶凡将古朴的小册子拿在手里 翻开一看 修武之人 根骨分为凡骨 灵骨 道骨 神骨 根骨的品质 决定修炼的上限 凡之躯 可修炼达到五圣境界 灵骨之躯 可 根骨天生 本不可变 但有一逆天之法 若得星火 可淬炼根骨 提升品质 星火提升根骨品质 看到星火两个字 叶凡心头不由猛然一颤 从得到龙纹戒指 激活丹田里的星火开始 叶凡只知道 那星火可以给自己提供暖流 可以帮自己解毒 给自己带来诸多好处 但星火究竟是什么 有什么更多的用途 从来没听说过 而今天 终于见到了关于星火的记载 可以提升根骨 那岂不是说 自己可以通过星火淬炼根骨 吸收血脉中的神之碎片力量 从而突破五第九品 甚至达到五圣境界 叶凡快速将小册子上的攻法内容扫了一遍 小册子上面详细记录了 该用什么路线运行星火的力量 淬炼骨 如何从星火中汲取力量 这是一种全新的思路 和之前叶凡简单催动星火焚烧敌人的方式 完全不一样 星火乃是非常牛逼 非常精细的存在 隐约中 叶凡已经感受到 丹田里星火的兴奋了 似乎星火终于找到了 自己发挥力量的正确方法 当然 现在沈家的事情还没解决完毕 还不是研究这个的时候 叶凡松开沈家老祖脑袋上的手腕 同时将小册子收起来 啊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恢复正常的沈家老祖 迅速伸手在自己身上摸索了一番 卧槽 我身上的宝贝 你 沈家老祖感觉自己刚才只是打了个盹罢了 迷糊中 自己似乎已经把最大的秘密全部暴露了 而且自己所有的宝贝 也都不受控制地全部交给了叶凡 哼 看在这本功法的面子上 让你少些痛苦吧 花音落下 叶凡手腕一动 星火摇曳波动 将沈家老祖包裹 直接灼烧成了灰烬 对敌人仁慈 就是对自己残忍 呜 旁边 躺在地上的刀疤男子 看到叶凡如此恐怖的手段 兜下的嘴里不忧 发出了狼一般的嚎叫声 吓哭了 而且裤裆里一片湿润 更是吓妙了 太可怕了 自己怎么招惹到了叶凡 这个恶魔般的存在 大院门口 沈家的那些保镖 看到眼前一幕 也都是暗自拍了拍胸膛 幸好啊 幸好刚才自己没有随便动手 不然 招惹了叶凡 死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其他的山田惠子 于强 郭丽 王富贵等人 看到叶凡的动作 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自从叶凡苏醒之后 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惊喜 他们已经习惯了 沈漫哥看到 沈家老祖 直接被叶凡灭了 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 沈家老祖死了 自己就安全了 可以安心 做叶凡的女人 现在沈漫哥所担心的 就是自己父亲的下落 叶凡踏步 走到刀疤男子面前 现在还要威胁本少吗 刚才沈家老祖 都已经交代了 他们背后 是锦王在支持 让他们夺取沈家 沈家老祖 是冲着沈家的先路影 而刀疤男子 则是冲着沈家的先攻地图 我 我不敢 刀疤男子此事比之前温顺多了 沈南飞没有死 就被我关押在书房下面的密室里 叶少 你看可不可以 虽然已经知道自己必死的结局 可刀疤男子 还是想再次争取一下 呼 没有任何迟疑 叶凡心火 直接将刀疤男子包裹 瞬间将他焚烧得干干净净 假冒沈南飞的人已经死了 沈家老祖也被干掉了 刀疤男子好不容易培养的一些嫡系保镖 还想逃跑 但王富贵和郭丽等人 轻松就将所有人全部拿下 剩下的那些保镖非常失去 供应大小姐回家 现在情况都已经弄清楚了 家主并没有死亡 只是被假冒了 他们怎么可能还敢阻拦沈曼哥 三叔沈南鹏在旁边一脸讨好的引导着叶凡 叶少 这边请 今天的沈家 多亏了叶少啊 不然沈某都已经死了 曼哥也啊 进入沈家大院后 按照刀疤男子说的位置 将书房地下的密室打开 很快就发现 被关押在下面的的沈南飞本尊 虽然沈南飞被折磨得很恼火 但毕竟沈南飞是修炼之人 在叶凡生机力量的温养下 很快便恢复了过来 一番收拾之后 沈南飞对众人表达了感谢之后 带着叶凡和沈曼哥 到了一个安静的房间里 扑通 房门刚关上 沈南飞直接对着叶凡跪下 叶少 对不起 是我没管理好沈家 让坏人有了可乘之机 害得叶家三少 五毒童子所提供的那个视频 沈南飞已经看到了 画面中 在外人看来 完全就是沈南飞 对自己的准女婿动手啊 这个视频若是外传了出去 被有心之人利用 那对沈家和叶家 都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伯父 快起来 这不怪您啊 一切都是锦王的安排 而且 他们联合了沈家老祖 别说是您 换做任何一个人 都招架不住这样的渗透攻势啊 叶凡将沈南飞扶起来 心里也是长叹一声 在花都接到沈曼哥的时候 叶凡就在纠结 若是沈南飞真的杀了三哥的话 自己该如何面对三嫂 一方面是亲情 一方面是 嫂子宣布给自己的恩情 叶凡当时最纠结的是 如果真是沈南飞 自己到底杀不杀沈曼哥的父亲 而现在 沈南飞是被锦王的人假冒的 总算是完美解决了 话是这么说 但终究是沈家对不起叶家 沈南飞看了沈曼哥一眼 继续开口道 索性曼哥董事 在叶家葬礼上的决定 算是弥补了一点沈家的过错 沈南飞话语顿了顿 警惕地走到窗子边上 左右看了看 确定周围没人之后 这才重新回到叶凡和沈曼哥身边道 叶少拯救了沈家 又不嫌弃曼哥 从今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今天 我要将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你们 沈家最老的祖宗 在一起偶然的机缘中 得到了一份仙路影帖 这是俗世界 以及古武界 唯一触碰到仙人的机会 是仙人召开仙门大会的入场门票 而为了防止被人觊予 我将这个仙路影贴 已经融合到了曼哥身体里 当你们结婚之后 仙路影自然会出现 说话的同时 沈南飞将沈曼哥的手臂袖子挽起来 在沈曼哥手臂上 一道淡蓝色符纹隐约浮现 叶凡眼睛扫了一眼 虽然只是淡淡的印记 的确可以感受到 上面波动的古朴气息 沈南飞居然将仙路影 藏在沈曼哥的身体里 而且 按照沈南飞的说法 只有和沈曼哥洞房了 才能获得仙路影 沈家老祖肯定已经察觉到了什么 应该是想通过和沈曼哥洞房 从而拿到仙路影 小凡 我们老了 而且实力也很难继续提升 就算进入仙门大会 也没什么机会被仙人选中 但小凡 你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 如果你能晋升仙门 那叶家的影响力 别说整个大厦 就算放眼全球 都没有任何人敢动 现在 既然沈家老祖 已经猜到了仙路影的藏身之处 那么肯定有其他技末的强者 也猜到了 仙路影雷 在整个身上 对曜哥来说 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 你们应该尽快动房 先路影 只有在叶少身上 才是最安全的放心 伯父是很开明的 你们完全可以先上车 后补 沈南飞将话说得很真白 旁边的沈姬 哥脸上倒是有些挂不住了 爸 您胡说什么啊 都羞死了 虽然沈江哥 在叶家葬礼上宣布 要和玉玲龙等人一起 嫁给叶凡 但沈曼哥 毕竟只是一个 黄花大奸女 前天晚上 被叶凡接着睡 其实都已经鼓足了 莫大的勇气 的确承诺了 要给叶家开支散叶 可真的要发生什么的时候 沈赛哥还是狠着色的 叶凡道 只是邪美一笑 多谢伯父成全 从七个嫂子宣布 嫁给自己开始 叶凡就没想过 要辜负他们 大明星怎么了 国民女神又怎么了 作为叶凡的女人 并不会委屈他们 只是 叶凡现在了解的越多 心里越是惶恐 舞到世界之上 有更强大的鼓舞家族 鼓舞家族之上 还有那神秘而可怕的他人 神门传承千年 需要对付那些 邪向这个世界 到底是一个 多么可怕的存在 而仙鹿影 留在自己身上 就真的安全吗 哎 从叶众手里 得到的红丝灵体 其实就是一种 远古灵扇 管中风暴 怕是类似的强大存在 肯定还有无数 自己必须要 尽快变得更加强大 哈哈 你们年轻人的事 我就不多说了 沈南飞稍微顿了顿 转身从书房 从身上拿出一阵账策 叶少 所有的账目 我代表整个沈家 将沈氏集团 全部转赠给叶少 算是弥补之前 沈家的一些过错 沈南飞一脸虔诚 其实 实话说 现在沈家站队叶家 凭沈家自己的力量 都不一定能守住 沈家的产业 所以 还请叶少不要推辞 其实沈南飞说的没错的 因为沈曼哥 在叶家葬礼上 宣布要嫁给叶凡 这对锦王这一伙人来说 是莫大的挑衅 其他的苏氏集团 都遭到了疯狂的打压 沈氏集团这边 是因为锦王的人之前 就已经渗透了 所以没有太大的动作 但这一次 叶凡将锦王安排的人 全部拔掉 后面锦王博不会放管 虽然叶凡很厉害 但叶凡也不可能 时时盯着广城 叶凡将账本拿在手里 随意翻看了两眼 伯父的担忧我知道 所以就在前天 我在花都 已经宣布成立了凡旺 包括商业版图 武道支援 很快就可以成行了 伯父放心 上金锦王 对我叶家的血海深仇 用不了多久 就要做最后的清算了 在此之前 伯父可以先跟老郭 他们商谈 加入繁盟 大家相互有个照应 至于沈氏集团 我就不收了 家壮 您不是已经放在喜哥身上吗 叶凡搂着旁边的沈默哥 邪魅一笑 弄得沈耀哥 脸色又是一阵子红 凡同 沈南飞因为今天 才被释放出来 很多信息都还不知道 听到叶凡的话语 眼睛不幽默了起来 做得不错 我沈家立马加入 叶家的妖孽天才 果然不同凡响了 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 嫡系核心团队和联盟了 那么 和锦王的终极决战 应该就很快了 其实沈南飞不知道 如果要战斗的话 其实现在 叶凡调集天机海的力量 郑武司的力量 游魂 以及叶家部署隐藏力量 还有母亲留下的 古武南宫家族的力量 还有王妃除纲伟 那边十三部这些强者 已经足够可以 和锦王一战了 但因为爷爷交代过 七个哥哥身边 都有仙宫地图残片 还有一些躁落的神底碎片 那都是关于镇压邪虫 寻找诸神遗址的重要线索 叶凡必须要先去 七个哥哥凌落的地方 将那些地图残片 和神之碎片找到 顺便将锦王的羽翼 全部剪除 最后将锦王逼成光杆司令了 在坝中捉剑 沈南飞和叶凡要聊的事情 很快聊完 时间也不早了 我马上订一个酒楼 招待大家一起吃饭 为叶少接风洗尘 沈南飞带着叶凡 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 热情安排着 叶凡眉头一挑 也的确是吃饭的时候了 不过 我想请伯父帮个忙 帮我邀请几个人 说话的同时 叶凡将五毒童子 那个视频打开 当时参与行动的曹家 韩家两大家主 还请伯父 将他们邀请过来 沈家大院 虽然发生了重大变故 但沈家外国 有天激发的人马封锁 消息不会那么快传递出去 现在的韩家和曹家 应该不会知道 假冒的沈南飞 已经被杀了 那么叶凡打算将计就计 请君入罢 让韩家和曹家家主 自投罗网 也免得自己 一个个主动上门 去找他们麻烦了 我邀请他们 他们怕是不会轻易答应 沈南飞一时间 还没反应过来 但看到叶凡微笑的表情 瞬间明白了 好 我这就打电话安排 曹老弟 你收到王爷那边的信息了吧 我们怕是有点麻烦 我们约上韩老哥 一起商讨商讨一下对策 韩老哥 我们在白云大酒店 八楼808号包通里见 怎么样 之前假冒沈南飞的 那个刀疤男子 本来就是 锦王身边的嫡系护卫 地位比韩家 曹家两大家族的地位 要高得多 所以 沈南飞打电话 他们自然不好拒绝 只是 叶凡在云城 花都 彭菜峡谷 都已经杀疯了 虽然消息在封锁 可是对一些有心之人 还是知道了蛛丝马迹 叶凡已经不是之前 那个傻子了 妖孽天才 就是天才 现在 叶凡已经强得可怕 所有人心里 都开始忌惮起来 虽然他们 都是为锦王效忠 可都有各自的心思 韩家家主 韩承夜和沈南飞 结束通话之后 第一时间就拨通了 曹家家主 曹玉堂的电话 老曹 你应该也接到了 沈南飞的电话吧 叶凡马上就要来广城了 若是深入调查 博早晚会调查到我们头上了 接到了 等会先看看口风 如果情况不对 我们连夜跑路 黄氏那边 现在都扶持叶家 成立太师傅了 情况会对我们 越来越不利啊 做两手准备是没错的 不过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担心 毕竟锦王背后 还有更强大的存在 叶家现在也只剩下一根独苗了 若是沈南飞有什么计划 可以将叶凡直戒灭了 那管他什么狗屁太师傅 人没了 一切都是空谈甚至 天龙军都可能要散衣 韩老哥分析的有道理 我们不能乱了阵脚 而且 我听说 盘教那边 也派出了高手准备行动 据说 古娇实力强悍的两大圣女 都触动了叶凡这次来广城 是生是死 也都不一定 韩成也眉头一挑 你是说 换交那两个极品双生圣女 心有灵犀的女孩 一旦情绪激动 两个女孩的感知力 感觉 动作都几乎一样的女孩 我也只是听说 天下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事情 据说 那两个女孩 还是国色天香 一等一的极品美女 若是其中一个洞房 那另外一个 岂不是也有同样的感受 可惜 我们是没那个命享受啊 十万苗众大山深处 当教总部大殿里 教主庄碧凡一脸 严肃对下面两个 极品美女叮嘱道 大雅 小雅 这次广城的行动 你们一定要谨慎 叶凡那个小伤生 非常难对付的 双超都死在他手里 虽然你们体质特殊 但还是不可大意 是 教主 大殿之下 两个穿着绿色长裙的 极品美女 一口同声地回应着 他们身材纤细 凹凸有致 只是都戴着白色的面纱 口罩 甚至手腕上都戴着面纱 将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 不过 虽然如此 也掩盖不住他们身上 那逆天的魅惑之力 这两大极品美女 正是古教的大小圣女 萧淑雅 萧小雅 大雅 萧雅 有任何问题 随即向师尊汇报 外面的世界很危险的 知道吗 在教主装毕凡 侧面的座椅上 一个穿着红色长袍的 优雅美妇 也开口对两女叮嘱着 这真是大雅 萧雅两人的 师尊萧太珍 也是换教的副教主 但实际上 十年前萧太珍 根本不是禁教的人 而是已经落案的 青衣门门主 因为宗门遭到豁灭 带着羽党投奔边教 伺机重新光复宗 门 知道 我们一定尽快完成任务 早去早回 大雅 小雅硬答了一声 但两人的眼神中 却是掩盖不住的兴奋 似乎非常跃跃欲试 作为古教圣女 他们之前也出去执行过任务 但那都是跟着师尊 或者跟着教主一起 每次都是暗中潜伏好长时间 根本没有自由活动的机会 可这次 师尊和教主 因为有其他的事情要忙 但叶凡又已经抵达广城 机会关得 所以就让大雅和小雅单独行动 这可是 难得能自由活动的机会 所以两女非常兴奋 特别是小雅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在不停地搓动着自己的手指 不过 因为小圈情绪大激动 所以大雅的手指头 也掩着一起动弹着 去吧 萧太珍挥了挥手 大雅 小雅两人朝装毕凡 和萧太珍鞠了一躬 快速离开了大殿 看着大雅 小雅离开的背影 萧太珍长叹一口气 哎 也不知道 让他们单独去广城行动 到底是对还是错 这一放手 可就是得将 得野马啊 装毕凡淡淡淡一笑 太珍 早晚要放手啊 你不可能 总这么控制着他们在说 我已经在他们身上 布置了三十脑神话 母盘就在你手里 他们还能逃出你的手掌心吗 另外 那两个丫头 本身就是剧毒的恶男毒体 若是没有你毒门 控制毒体的功法压制 他们自己 也会遗受非人的折磨放心吧 他们跑不了 啊 男毒体 买是千年 难得一见的巨眉之铁 他们全身都是剧毒 肌肤触碰一下 轻则中毒昏迷 重则当场能命 若是沾染到他们的汗液 口水 血液 更是难逃一死 当年 萧淑雅和萧小雅出生的时候 因为他们恶难毒体的速度 将整个村子的人全部堵死了 而萧太真逃亡的路上 发现了他们身上的特殊体质 所以就将他们收留起来 抚养长大 名为徒弟 但实际上 就是身边的两个杀手 庄华凡说话的同时 伸手将水杯端过来 放嘴边 准备喝水 但舌头 却不由自主地又开始舔起来 咋咋咋 看着庄碧凡 舔水杯里的水 舔得水花丝滑 蒲太真不由皱了皱眉 碧凡 你最近喝水 是怎么回事 怎么眼狗一样 该不会出什么问随了吧 庄碧凡将水杯放下 舔了舔嘴巴 似乎觉得很热 还对着空气 哈了几口气 问题 有什么问题 你们没觉得 这样喝水很舒服吗 庄碧凡 将旁边盘子里的蛋糕端起来 张口咬下去 根本不用手 就这么粗惠地 将蛋糕吃了下去 萧太真眉头紧皱 总感觉这几天以来 庄碧凡很不对劲 就包括晚上睡觉的时候 哪都喜欢舔该不会的狂犬病了吧 从交大殿之外 大雅和小雅一路小跑离开 快速朝直升机场跑去 姐姐 听说那个叶凡 可好玩了 我们若是抓住她了 先不要杀她 先好好这一斗再说好不好 之前执行任务的时候 我们一碰到那些目标 他们就立马能命了 一点意思都没有 萧小雅一脸兴奋地 挽着姐姐萧淑雅的手臂倒 这小雅 不要胡闹 师尊交代的任务 不能出差错的 我们还是规矩完成任务 尽快回来交差 姐姐萧淑雅明显要沉稳一些 但也是克制的结果 他们从小生活在十万描寿大山里 若是没见过外面繁华都市 也就算了 关键他们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见过那些警华了 可自己不能触碰 心里就总是蠢蠢欲动 哎呀 姐姐 师尊和教主说的 让我们见机行事 又没说让我们多久回来 我们只是到逗她罢了 而且 你之前不是说过 这辈子就想去酒吧 见识一番吗 正好这次我们去见见 听有些外客回来的磐尸说 酒吧里可好玩了 嘿嘿 我们用毒素控制住叶凡 让她带我们去酒吧玩 正好也有人带路 岂不美丽 被妹妹这么一番说辞 萧淑雅也不忧有些心动了 那那好吧 到时候 我们看情况 广城 白云大酒店808号包间里 韩成夜和曹玉堂已经抵达 包间里 沈南飞 叶凡已经在座 不过叶凡并不是以真正的面目 而是换了个陌生面孔 这位是 韩成夜和曹玉堂很谨慎 看到陌生的叶凡 立马警惕地询问 一个月前 对叶家的行动 那是绝密行动 是千万不能暴雪的 虽然叶凡 可能迟早会 调查到他们身上来 但能拖一阵 试一阵 至少自己不能主动暴雪呀 哦 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侄子 上京来的 也是我们行动的联络人 这次跟着 一起来学习学习 韩老哥 说老弟放心就是 沈南飞介绍得非常自然 还暗中对韩成夜和清玉堂 眨了眨眼睛 故意提到上京来的 韩成夜和曹玉堂 顿时恍然大悟 应该是王爷那边派来的人 既然如此 那就没什么忌讳的了 老莫 你这么着急叫我们过来 是不是因为 袭杀叶家三少的事情暴露了 麻蛋 老子当时还捅了他一刀 若是暴露了 怕叶家那个傻子 不会放过我了 盈玉堂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直接开门见山 如此直白的话语 听得沈南飞脸上的肌肉 都不由抽动了几下 你们完了 你们现在说得有多狠 等会就有多惨 叶凡在旁边 手指本来在敲击着桌子 听到韩承叶的话 手指不由愣了一下 原来那个假制沈南飞的刀疤男子 叫做老莫吗 果然是个狠角色呀 狠鹿 这个沈南飞只听到叶凡说 将他们约过来 但约过来之后 叶凡是什么计划 并没有言沈南飞多说 所以沈南飞是时间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看到叶凡微摇头之后 沈南飞这才继续开口道 暴露肯定是没有的 只是要哥先回家了 和我闹得有些不愉快 非要嫁给叶凡狼个家伙 而且 沈喜哥都开始怀疑我的身份了 我来找两位 就是想商量一下 我们该想的什么处理方式 沈南飞将问题 抛给了韩承叶和盈玉堂 从视频中 沈南飞也看到了 两人对叶凡字的确是动手了 之前那个老莫假冒自己 装成沈激进的父亲 肯定让沈胜哥受了很多委屈 沈南飞也想知道 之前那几个畜生 究竟会怎么对待自己的闺女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叶凡已经查到我们头上了 昨天王爷还专门打电话提醒我 让我们要注意叶凡 我就说 事情应该不会这么快 至于沈曼欢 嘿嘿 老莫 你就别装了 那么漂亮的国际明星 肥水不流外人铁啊 反正你是假冒的沈南飞罢了 直接自己将其征服不就得了 如果无法征服 那就和对付沈南飞一样 囚禁起来 那个叶凡来广城 找不到人 还能怎么样 如此一来 之前沈赛哥宣布 嫁给叶凡带来的影响 也就可以消除得差不多 等事情缓和一点了 在找鼓叫的人用毒盖控制 让他嫁给一个乞丐 流浪汉 或者嫁给一只野狗都行 这又是对王爷最大的帮助啊 曹玉堂说的眉飞色舞 旁边的韩成叶也一般贼笑道 老莫 你该不会不忍心吧 真的把那婊子当闺女养了 若是你不忍心 也没关系交给兄弟们来调教 一定保证给你训练的服服贴贴的 两人只顾自己说的爽快 却不知道 沈南飞的脸色已经阴沉到了极点 你们两个畜生还是人吗 沈南飞脸色仗得通红 实在忍不了了 抓起桌上的两杯开水 对着转成叶和曹玉堂脸平上 狠狠泼去 啊 卧槽 老莫 你疯了 你干什么 虽然韩成叶和曹玉堂 都是武尊境界的实力 但无奈距离太近了 而且 两人根本没有任何防备 所以最后避开了大部分开水 但还是有 些开水落到了他们肌肤上 将肌肤都烫红了 这点开水 就算撒到皮肤上了 对武尊境界的强者 也造不成多少伤害 但关键是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啊 老莫 你今天是怎么了 我怎么发现 你非常不对劲啊 你到底是不是老莫 该不会是给我们设的什么局吧 曹玉堂尖嘴喉塞的样 此 显然要鸡贼一些 已经有些察觉到 情况不对劲 眼睛不由朝叶凡那边看了好几眼 叶凡一直坐在那里 虽然没有开口 但身上释放的那般无形压力 却让春玉堂心里发慌 别紧张 别紧张 老莫指 是太激动了大家 这只是讨论而已吗 你们继续说 除了这些方法之外 该怎么对付叶凡了 假扮成沈南非侄子的叶凡 开口安抚了一下 韩成叶和曹玉堂 继续引导着他们开口 但实际上 叶凡内心已经阴沉到了极点 从武林童子那里 了解的视频来看 叶凡只知道 韩成叶和盈玉堂所在韩家 曹家 是参与袭杀三哥的直接凶手 但却没想到 他们居然如此暴毒 想要抢了沈耀哥不说 还打算 强行将沈曼哥 嫁给野狗如此 我要自己的老婆 可以想象 若是自己没有察觉到 沈家的阴谋 沈继歌真的一个人 回到了沈家 他所面临的 将是什么恐怖的遭遇 不是被老祖玷污 就是落到老末 韩成叶这些狗东西手里吧 这位兄弟 你叔叔脾气可不小 你得要劝着点 韩成叶皱眉 看了叶凡一副 有些谨慎的开口道 至于对付叶凡 王爷那边 不是已经通知了吗 让我们不用担心 他那边已经安排了 一支十人的五地战斗小队 马上就要抵达广城了 是啊 王爷亲自发布的消息 让我们好好配合 他们的行动 沈家的事 让我们可以不用 太过担心 必要的时候 可以退让王爷来的那支战队 主要是冲着一个 什么基地来的 王爷的意怀 是让叶凡先 跟那个基地背后的 四大家族 斗个你死我活之后 他们在动手 听着曹玉堂 和韩成叶的话语 叶凡眉头紧锁 基地 肯定是爷爷所说的 天窥基地了 母亲给自己留下的产业 本来属于绝命 而现在 王爷这边 就已经知道了 那岂不是说 自己的身份 已经彻底暴露了 叶凡所说的 并不是说 自己已经苏醒这个事 而是自己母亲 乃是神门首领这个事 若是叶凡母亲身份暴露了的话 那叶凡将要面对的 可就不简单是锦王 或者鼓舞叶家的威压了 神门那些死对头 已经逃逸出来的 那些邪虫扶持的势力 都会发疯地追杀自己吧 曹玉堂看着叶凡紧皱的眉头 瞬间似乎明白了 老韩 不对 他们不是老末和上京来的联络人 如果他们是王爷的人 怎么可能连这么重要的消息都不知道 之前这些消息 都应该是老末给我们传递才对 你到底是谁 曹玉堂和韩承夜 一脸慌乱地站起来 全身舞蹈气静乍至 警惕地盯着叶凡和沈南飞 叶凡鼻孔中冷哼一声 淡定地在脸上揉捏了两下 哦 还是自己本来的容貌舒服些 你们当时杀我哥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有今天 居然还如此歹毒 想要欺负我老婆 啊 卧槽 是叶凡 王莫 你出卖我们 踏马的 我就说 不对劲 跑老韩 你从大门 我从窗户 曹玉堂嘴里呵斥的同时 身上五尊境界的气静 发挥到了极致 疯狂朝窗户口冲去 此时的曹玉堂和韩承夜 只恨爹妈哨声了两条腿 眼看两人要逃走 叶凡却依旧淡定地坐在椅子上 甚至还惬意地端起了一杯茶水 把旁边的沈南飞急得 都快跳了起来 叶少快 他们要逃走了呀 若是让他们从这里离开了 想要再抓到他们 就难了 这次打草惊蛇之后 韩承夜和曹玉堂 必定是十二分小心 不急 伯父 让子弹飞一会 他们就会自己回来了 嗯 沈南飞还在疑惑 大门口和窗口 接连传来两声惨叫 啊 我的手臂 老子大腿 我吃 扑啊 两声沉闷的响声 沈南飞震惊地发现 韩承夜和曹玉堂 两人各自的手臂 大腿 居然被空气中什么东西 直接切割锻裂了 而且 他们各自的身体 都镶嵌到了一片丝网之中 整个人似乎都要被切割成 一片一片的了 两人惊惧的同时 被迫缓缓朝后 撤退回来 留下那些丝线上 沾满了血珠 沈南飞瞳孔一阵放大 满脸不可思议 这也是叶凡的手段 鼓征行动 可叶凡究竟是什么时候 布置下的这些手段 若是自己 如果贸然冲上去 怕是已经被切割成片了吧 叶凡你好狠 老莫 你居然敢背叛王爷 你找死了 韩承夜和曹玉堂 两人各自 从窗口和防门口巢 回撤退了几步 一脸怨恨地 盯着叶凡和沈南飞 沈南飞淡淡一笑 哼 你们两个狗东西 还以为我是那个什么狗屁老莫吗 告诉你们 老莫早就死了 老子是真正的沈南飞 王八蛋 居然敢如此侮辱我闺女 老子弄死你们 沈南飞本身 不过只是宗师巅峰的实力 并不敢轻易上前攻击他们 嘴里呵斥的同时 看到桌上几瓶酒 没有任何迟疑 用力朝着韩承夜和曹玉堂 两人身上挥一酒而去 此时的韩承夜 虽然还有一点力气 维持着自己身体不到 但全身都快被丝线切割成一片一片的了 相隔不过一尺的距离 整个人就像堆积好的积木一样 若是稍微晃动一下 随时就会散落一地 他们想要运行五道气劲的时候 都在疯狂漏气 此时的他们哪里还有 力气阻挡沈南飞酒出来的烈酒 多了 那高度白酒全部洒在他们身上 顺着丝线切割的伤口 朝血肉里面渗透而去 那酸爽 啊 天杀的 妈呀 卧曹 要死了 要死了 房间里瞬间响起了 杀猪般的惨叫声 韩成夜和曹玉堂 两人疼得疯狂咆哮 在原地跳脚 整个人像眉头的苍蝇 胡乱冲撞着 可是 让他们惊恐的是 他们身体 才刚刚后退了两米 扑哧 扑哧 又是一阵熟悉 且清脆的响声 他们绝望地发现 之前是自己胸膛 被切割了 而此时 他们后背处 居然莫名其妙地 再次出现了 一片细弱蚕丝的丝线 将他们身体另外 一边切割了一半 如此一来 相当于一根黄瓜 竖立在那里 左右各一刀 虽然每一刀 只切割一半 但合起来 却已经将黄瓜 彻底切割断裂了 只有中间的肌肉 可能还没反应过来 所以假装自己 还是连接在一 切 阿老子的腰 怎么没了知觉 我的手 已经不听使唤了 韩成夜和曹玉堂 两人惊恐地站在房间里 只有眼珠 还在转动着 看着自己 全身冒险的伤口 想要动弹一下 都几乎不可能 此时他们心里 除了惊恐 在旁边整个人也彻底麻了 警惕地打探了 一下自己周围 还不放心地 伸手轻轻搅动 抚摸了一下 声搏自己身边 也有这些丝线 太可怕了 一个不小心 就要丢命啊 谁跟叶凡作对 那可真是到了 八辈子血没 伯父 放心吧 你周围三米范围内 都是安全的 叶凡微笑着开口 对沈南飞 确认了一句之后 沈南飞这才敢放心地坐下 端着桌 上的清水 喝了一口压压惊 那他们怎么办 沈南飞看向韩承夜和曹玉堂 此时的曹玉堂和韩承夜 两人身体降在原地 似乎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随时都可能解体 叶凡淡淡一笑 我还在等着他们 放猴话了 若是让他们就这么死了 太便宜他们了 啊 沈南飞最大着眼睛 看着叶凡 这个咸霜的思维 自己的确跟不上节奏啊 等着他们狠狠话 什么意思 而韩承夜和曹玉堂 两人则是都闷得快要抓狂了 叶凡若是不提醒 他们都几乎忘了 就这么认走 太窝囊了 叶凡 你敢杀我们你就完蛋了 别忘了 这里是广城 我们韩家和赢家 在广城经营多年 你最好马上放了我们 不然哼 你总有不在的时候吧 到时候 看我们不玩死沈家 玩死你老婆 韩承夜和曹玉堂 身体不敢乱动 但嘴却没闲着 对 我们是景王的人 刚才你也听到了 你再怎么厉害 景王有一个十人 组成的五地战队 马上抵达广城 你一个人能是他们的对手吗 听着韩承夜和曹玉堂的话 叶凡眉头挑动了一下 景王派来的十人五地小队 的确有点麻烦 妖叫和朱雀高层 那边的事情 必须要先放放 先将景王的这十人小队 处理一下再说 两人还在哗哗 叶凡已经将手机打开了 直接拔通了郭丽 于强的视频 然后将画面投影的墙壁上 你们仔细看看 圈面上的场景熟悉吗 此时 叶凡手机投影出来的画圈 正是郭丽和于强等人 在追捕一些鸡飞狗跳的舞蹈强者 王富贵一边拖着砍刀疯狂乱砍 嘴里还不停地在喝笑 奶奶的 让你们灭我大眉满门 歹眉至极 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啊 哦 整个现场 是在一个庄园里 但此时庄园里浓烟滚滚 一片劈疾 而且 圈面中还有整齐一百台推土机 正在急速朝前推进 眨眼间 庄园就已经被推平了一大半 你给我看 这个是什么意思 韩承夜一瞬间还没反应过来 皱眉朝叶凡询问了一句 而旁边的曹玉堂 则是惊恐的嘴巴剧烈抽搐 韩赫 老哥 那不是你韩家大院吗 看 你是嫂夫人啊 被曹玉堂这么一提醒 韩承夜瞬间反应了过来 卧曹 叶凡 你在抄我的家 尼玛 大爷暖 投屏的画面还在不断变化 下一个场景 是韩承夜秘密的训练基地 直接被锅里用炮弹炸的吸碎 然后是曹玉堂的曹家大院 曹玉堂的安保公司 韩家和曹家 在广城所有的基地 产业 只要有核心五道弟子存在的地方 几乎全部都在夜凡手机投屏的画面上了 无一例外 全部被斩杀 拿下 最后一个画面 是白云大酒店外面 曹玉堂和韩承夜很谨慎 在进入大酒店之前 就在外面留下一大批五道保镜强者 如果有什么意外 本来想着他们进来救人 但此刻 画面上显示 他们安排的所有人马 全部都被拿下了 所以 你们所有的救援 都已经全部提命了 不会有人来救你们了 夜凡将手机收起来 冷冷地盯着两人 你们参与袭杀我三哥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杀人者 人横杀志 夜凡你够报 你这是 杀人珠希 你是魔鬼 你不是人 此时 韩承夜和曹玉堂生命气息 其实已经在快速消散 但却仍然能感受到绝望 痛心 后悔 早知道夜凡强的可怕 那当时自己脑袋抽什么疯 跟着彭王调夜家三子干鸡毛 可惜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没错 我就是杀人珠希 哼 我三哥保家卫国 浴血奋战 你们是怎么对他的 当时他被围杀的时候 你们想过他的感受吗 夜凡灼灼地盯着韩承夜两人 双眼都快喷火了 灭我夜家满门 回我夜家根基 任何一个凶手 都必须匪复出惨重的代价 两人一脸沮丧 还思绪万千 夜凡已经拿着一把扇子 朝两人走了过来 轻轻朝 两人扇动着 你你又要干什么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不放过吗 夜凡淡淡一笑 别怕 我只是帮你们解脱吧 助你们一臂之力吧 说话的同时 夜凡一挥手 手里的扇子 卷起一阵微风 朝两人身体吹拂而去 如此怪异的动作 让韩承夜和曹玉堂 两人都有些发懵 夜凡这是几个意思 难道想用风杀了自己 可他们却忘了 他们身体已经被切片了 本来就在一个微妙的平衡中 一阵风吹来之后 我恶不得缩 好 我就跟我们来 我入门的因子 吟吟 短 吟 吟 吟